这个被锁在小黑屋里的男孩叫多多 今年才两岁多 一双小手血迹斑斑 身上衣服遍布污渍 多多已经被自己的亲生父亲锁在这里一个多月了 他渴望和哀怨的眼神刺痛了每一个人的心 多多的父母已经离异 他的抚养权判给了父亲殷华盛 此时多多并不在屋内 居委会黄主任告诉我们 多多不是被爷爷奶奶接走 就是被妈妈接走 昨天我早上来看的时候 昨天因为天气气温比较低嘛 他从手里 手里的那种纹楼 全部的东西离开了 去鲜血 所以我当时看到他 他一看到我他就马上跑过来 跑过来就拽着跟他窗户就叫 看到我那种眼神 我觉得真的好苦力 屋内一片杂乱 地上黑影斑驳 多多大小便全都在屋内解决 窗外还散落着各种食品包装垃圾 樱华盛在外面跑摩的 只有每天中午会过来送饭 多多的爷爷奶奶家就在这栋楼的二楼 可只有一强之隔的爷爷奶奶 怎么就舍得自己的孙子被锁在屋子里呢 多多的爷爷奶奶都已经年过八旬 去年二老分别做了一次手术 如今自顾不暇更别提有精力照顾孙子了 更重要的是殷华盛的言行 彻底伤害了两位老人的心 殷华盛是家中幼子 上面只有一个姐姐从小被父母浇灌 因此养成了她自私又没有责任感的性格 尽管与父母只有一强之隔 但她却连父母生病都不来看望 眼前这个目光无神 反映迟缓的男孩就是多多 在她身上有着不符合年龄的麻木与冷漠 殷华盛不顾小孩子在旁 烟不离手吞云吐 两岁的孩子看着父亲的眼神中竟然有了仇恨 家庭的不幸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黄主任曾多次给多多送饭 多多一见到她就往她怀里钻 甚至对着她喊妈妈 殷华盛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 多多的妈妈李洁比她小十岁 当李洁同意和她结婚时 殷华盛高兴极了 但没想到自己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欺骗 殷华盛有一个女儿 当李洁为她生下大儿子杨阳的时候 她无比的兴奋 可她慢慢的觉得杨阳为什么长得一点都不像自己 于是殷家父母偷偷的带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杨阳真的不是殷华盛的亲生儿子 这让两位老人大发雷霆 吵着要让两人离婚 可是就在这时李洁又怀孕了 这个孩子就是多多 鉴定结果显示多多是殷华盛的儿子 可是她的出生并没有修补好父母破裂的婚姻 我今天就困了 多多是不幸的 她没有选择地出生在一个破碎不堪的家庭 她的父亲又是如此的推卸责任 没有担当 邻居们说殷华盛做事拖他又不爱整洁 而李洁不但小他11岁 人也长得漂亮 殷家家里有一套三层的楼房 父母也只有殷华盛一个儿子 邻居们纷纷怀疑 李洁最开始嫁入殷家就是目的不纯 生下多多也是另有所图 这个没清目秀的女人就是李洁 她麻利地收拾着卫生 每天只顾着自己那个嘴巴 天天在外面磨了 就送开了 就自己吃伙伴 抽烟吃冰朗 买那个马呀 买彩票就有钱 小孩子都幼儿园就没钱 那你看你这位父亲你要怎么表态呢 那天都没有他都把他送掉算了 说到底殷华盛就是一个 想永远活在父母羽翼下的人 刚离婚时 还有父母帮他带小孩 可是如今父母身体抱恙 无法带孙 他就狠心将儿子锁在屋内 为人父母天下至善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看到殷华盛一味地推脱 一旁的李洁十分生气 让你抱一下你都不愿意接 这总的马云就算了这个事情 这个不大的担间就是李洁的容身之所 屋内没有窗户 常年阴暗 厨房是公用的 即便如此 每个月三百的房租 对于李洁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经过了几天的喧闹 李洁心里还是对多多放心不下 他想要照顾孩子 可是又有着现实的困难 此时的殷华盛与李洁 都在心里各自打着小算盘 殷华盛不想出钱 又想当衰出掌柜 而李洁愿意带小孩 却又碍于经济困顿 想让前夫出点钱 双方其实就是为了钱 而协商不成 经过许久考量 殷华盛最终还是决定 放弃了多多的抚养权 我国婚姻法规定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 未成年的子女 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如今李洁愿意承担 多多的抚养问题 如果殷华盛一直不出抚养费 那么李洁就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益 向法律提出申请 变更多多的抚养权 养育子女是一份长久的陪伴 也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希望每一对父母都能清楚地认识到 为人父母的责任 父母是子女一切言行举止的启蒙老师 父母应该陪伴子女一起成长 一起进步 孩子不是父母婚姻失败的诱因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父母的不幸 强加在子女身上 我是扎叔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